还有来关系的是台北市幼儿园性侵案在今天上午呢进行了一审宣判 那么法官呢认定这名园长儿子侵害又偷拍六名女童 总计有224次的犯刑合并执行28年 戴荧光绿口罩的眼镜男下囚车准备听判 这名毛姓男子是幼儿园园长之子也是教保员 前年三月到去年三月间涉嫌性侵多名女童 其中六人先行政界起诉一审判28年 28年听起来很重但仔细计算 六名被害者之中编号第一的女童遭到101次强制猥亵 光这部分就判刑555年6个月 编号一的女童也被猥亵101次判505年 毛姓男子对这六人性侵猥亵还偷拍 224次犯刑共判1252年6个月 合并执行剩28年等于打0.2折 妨害性自主的案件里面 相关的地方主管机关都有权责去做行政调查 但台北市不管是在柯文哲或者是蒋婉安 的行政调查都是不及格 台北市政府这边不管是社会局 在教育局的考机会的结果也是已经出来 在教育局的部分包括这个当时夜晚的副学长 来自于申请 那科长督学承办的部长跟这个辅导员 也各自有不同的陈属 案发幼儿园已经收摊 但案情曝光后仍有气愤民众开车冲撞 北市府被批言误处理 轰到前后任市长认错检讨 监警恶毒搜索毛姓男子住家 扣到600多部不雅影片 查出被害人不止6个 还在侦查中 预计会有第二波起诉 记者最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